何赛菲老师的这番话发自肺腑 震聋发聩 到哪里去了 我真的 你们把我抓了去 我要讲 宁愿不计后果 也要讲出真话 何赛菲老师的这番话震聋发聩 同时让人既心疼又心酸 在中国邦子大会上 一位来自山西吕良 名叫张军波的近剧演员 当初他被省团看中 背景离乡来的太原 却在剧团五年都没能转正 一直当着剧团的临时工 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 他的家中有三个孩子 为了补贴家用 演习之余 他跑过网约车 送过外卖 可即便如此 即使39度打着点滴 他依旧在舞台上坚持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如果不是真的热爱 谁又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下来 说戏曲的未来在青年在青年 光喊口号有什么用了 五年了都没有转正 我们需要有人为这样优秀的演员保驾护航 年轻演员才有出路 戏曲才有出路啊 主持人白燕生在讲述他的经历时 一度眼含热泪 这样一直都深爱戏曲的何塞飞老师再也忍不住了 国家也好 政府也好 我不知道这样的平台说这个话可能到时候又要被停了 振兴戏曲真的不是喊的 他就是艺术家 大家都看到了这出戏很难演 单位为了排练一个话剧拿奖 可以成百上千万的花费 然而底层演员的生存却得不到保障 这一番话痛心疾首 就连何塞飞老师这种水平的 也因为排不到戏 不得已去拍电视剧 作为一生都热爱曲艺的艺术家 何塞飞老师不止一次的呼吁给新人演员机会 传统文化传承从来都不只是一句口号 如果最基本的演员生存得不到保证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 何谈传承和弘扬 听完何塞飞老师的这番话 不禁想到了郭德纲曾经说过 好多人都认为到今天传统艺术不景气是由于创新不够 其实是由于继承的不够 百年老店不是因为不断创新才叫百年老店 而是把一样东西做好了做到极致 不断传承才坚持下来的 今天为什么不好 是由于继承的不够 它在没有传统的基础上盲目的创新才会导致这门本来已经成熟的艺术被人们所抛弃 在继承好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发展 而要有这个继承的基础 更需要保证的是传承人的生存保障 老艺人留住 把小孩们续上提供平台 大剧场 小剧场 各种场合去宣传 把观众请到剧场里来 你看 你看他是不是好 通过他能够养家糊口 大伙平能地吃饭 我觉得就很好了 即便一遍又一遍地被骂糟的艺术 郭德纲依旧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徒弟们振兴相声和戏曲行业 郭德纲早年曾经靠着戏曲生活了好多年 京剧 平剧 河北邦子他都学过 直到如今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行业 在郭德纲看来 这些传统文化从未被淘汰 于是他开戏曲专场 参加各种戏曲节目 他把金运古曲进行商业化的推出 让老艺人们有了舞台 也招收了更多新鲜的血液 让越来越多的观众看到了传统曲艺 可以说在传承这一块 郭德纲功不可没 既然要传承文化 为什么还要高额收费 有人说郭德纲开办德云古曲社 就是为了借助传统文化名义圈钱 其实对于这个事 郭德纲早就解释过 这是2021年郭德纲鼓曲社招生现场 姚老师的一句谢谢你 道出了整个戏曲 乃至传统文化行业的心酸 能碰到一个合适的传承人不容易 德纲鼓曲社短短两周的时间招了一百多名学员 老郭一边大请各种老艺术家 一边招收各种新鲜血液 其中上至79岁的老先生赵凤兰 年纪最小的老先生也有66岁 早就激动的不行了 弄弄就哭一包老太太们 太感动了 哎呀 二十年没唱了 二十年没唱了也没人找过我们 没人搭理我们 太棒了 就是慢说给钱不给钱都干 我确实很感动了 然而对于老郭来说这些还不够 2022年 他与天津职业技术学院达成合作 招收鼓曲学员 其中德音社鼓曲班计划招生10人 乐队招生30人 而且免学费3年 直到看到这一幕 观众们才知道 老郭对取义的热爱程度 宁愿赔钱也要进行取义传承 便认为他图什么 他只是淡淡的说 郭老师到底是图什么 总是有人要干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您呢 为什么不是我呢 那个培训班超几个学生 一个学生一学期收600 然后十个学期怎样怎样 人是做生意 但是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做生意 我是眼看着这个行业就这个状态下 我觉得要再不做的话可能全景不太美妙 他好容易学出来了 他要面临的第一谁给他弹弦 第二面临的他上哪去唱 要让这些人能够活得好 我们也跟院校合作 那么好你在这毕业之后 要水平过得去 德云社能要 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培养新人 并给予新人生存空间和保障 也希望未来取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大参方便能按ement不吝点一个交代 对于是来一种地步 听所有的地方